公主 大小姐这段时间和以前不大一样 属下担心 担心有人偷梁换柱 我自己的女儿 还不至于认不出来吧 那个妄图一融成大小姐的人 已经处理了 林岁那边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敢搞这种小动作 真当我老糊涂了 保护好大小姐 是 大小姐受伤之后 和少公主好像 哦 你的意思是 苏苏喜欢灵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担心苏苏 会便宜了别人家的臭小子了 好啊 走 看看什么情况 就这点本事 还想偷袭我 偷袭躺上 就是想和村长 说错一下 不信不 怎么突然没力气 宿主当前体力值已耗尽 体力值为零食 宿主意外死亡概率增大 不见不见 这是手疼 怎么了 哪里受伤了 没受伤 就是没体力 以前我凑近你 你就浑身僵硬 现在竟然主动抱我 是不是被我的美貌吸引了 我松手了 别 知错了 知错了 安排下去 苏苏体弱 让灵霄陪苏苏 去找神医仁肠丝 调养一下 明日就做爸爸 仁肠丝 那个江湖传言 疯疯癫癫的神医 梅阳光这么多神医 为什么非要出来 找那个什么仁肠丝啊 据说仁肠丝一毒双绝 在江湖上鲜少露面 一旦出手 什么疑难杂症 都要到必出 听说你一出来 就派人给宁岁送了礼物 这么久了 还念着他 哎呀 年少不懂事闯了祸 赔礼道歉不是应该的吗 放得起 我喜欢的是你 小心点 怎么回事 少主有人接到 接到 小姐莫慌 这些山贼不足为惧 暑假很快就收拾了 宿主任 兵不确认解决山北 人家来杀我 我还不能还手 山北将主圣月庆为之县主角 抹杀主角将有出现 宿主和常势收复 杀呗 等一下 偷袭一个弱女子 圣元庆将军就是这么教你 你怎么 没哪条道上来 林家的车都敢抢 林家 你们是牧羊公的呢 今天我们认灾 要杀要搞 你们随便 对你 听说前两年 圣将军投敌卖国 被下令追杀 又才逃到这微风山 落草为寇 你胡说 我们将军没有投敌卖国 都是功力坚持的污蔑 放下 何必如此激动 风高盖主而不自知 夜郎自大而不自耻 锋芒毕露 确实该死 你什么意思 回去告诉你们圣将军 他会懂 你要放我们回去 你有什么阴谋 想多了吧 你们有什么可让我图的 我只是见不得这种活天大冤 回去告诉你们圣将军 要想洗清冤屈 就要自己成为那个圣者 这台马车 就送我沐阳公 送他的见面礼 马车你要送我呗 小姐 马车送了 咱们接下来的路程 你会吃不消的 这马车 你要还是不要 要 当然要 沐阳公的恩情 我们记下 任不成功 奖励努力值五点 当前务力值二十五点 苏族的体力可以维持一盏茶的功夫 走吧 为什么帮他们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一辆马车而已 也得给我的银票 购买好几辆了 你说的是放在马车上的那些 你没拿下来吗 我的心好痛 小姐怎么了 什么时候换了心急 哥哥 他在说 他放在马车上那一箱子的银票 你们怎么就没跟人提醒我一声啊 小姐别气坏了身体 马车都送了 也不差那点 那一箱银票啊 还买不起马车上的一个宝石呢 那马车那么值钱吗 那来来 我这么败家 姐姐这倒不会打算了吧 小姐 这些钱对于沐阳宫来说 不够酒牛一毛 不必放在心上 吃点菜 光吃肉长不高 吃点菜 光吃肉长不高 知道了 林霞哥哥 林霞哥哥 你们听说了吗 唐家突然出现了那 唐门 听说了 这应该是游戏中的女主吧 有个林霞比 那么多青年才俊 他进去中就拿了第一 真厉害啊 是 来来来 哥 你怎么没参加 我主要是 过年纪了 我林霞那个妖女 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动静 应该是提前看 林霞主沐浴 被关紧笔了 要是偏续品性不堪 林霞的脸带和身材 还真是个极品 是啊 要是 这 这有二号说 不知道我们是怎么 给个机会了 最近可是要拔舌头的 小姐这是何意 你们刚才一口 一个妖女的叫我 现在还问我何意 你 你是林苏苏 苏苏 苏苏 这人交易你处置 算了 我还不想让这几个 萧小之徒 脏了我的手 滚吧 我先给你帮消息 快走 最近人气不行啊 就你这仰望和身手 竟没人认得出你 我又不是什么江湖名人 谁会认识我 你刚才去哪儿了 我刚刚肚子不舒服 去了他茅厕 卑鄙无耻 这不是他们家大将军 这应该是游戏中的女主吧 你看 柠檬主也在 看来明路主跟皇家大将军 如意江湖的残垣 非虚啊 林小兄 上次别过也有两年了 不如一起坐下 小酌一杯 叙叙旧情 这倒不必 再下与柠檬主 不算是酒 林小兄 莫不是怕我提及家妹的旧事 柠檬主这话什么意思 我与林小兄说话 还请林小姐 不要随意插嘴 林某主是觉得 整个江湖你说了算 别人说话的权利 你要你给 是吗 林某没有这种心思 林小姐 不必以这番 阴谋诡谓的言论污蔑我 那你凭什么让我不要插嘴 我牧羊公独立于武林某外 你零碎 也没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 前两年的事 也是林某主自己传的 林小姐 何必一再提起两年前的往事 污蔑我的名字 那次家妹 不过是爬甲山玩耍摔了下来 仅此而已 事实真相 大家心里都清楚了 林某不愿与诸位 多费口声 林某主不解释 人会认为 你是被我怼的无言以罪 恭喜宿主 怒怼林碎成 爽东家 奖励无理值一点 当前无理值26点 啥 因为宿主自答应出不回剧情 故而出发 目对离罪成就紧闭 这么人性化 事情发生这么久 因为现在才出来澄清 我又这样也没有人症和物种了 果然野生女主要出来搞事 唐大小姐 亲眼所见 没有 既然没有亲眼所见 凭什么救人定是我做的 唐小姐总不会以为自己赢了武林小笔 就可以颠倒黑白了吧 你要不心虚 那前阵子为什么还要给林某送礼 我送件过去 不就是想要告诉林某主的某些行为 很可耻 很下见 这都不懂 你 也是假的 怕真是假的 你就死不承认 想要坏林某名上 两位这么难为小梅 我可以认为是在向我们牧羊公宣战 虽然我们一直独立于武林之外 但不代表我们怕事 大不了从今天开始 武林某所有相关人士 都算作与我牧羊公势不两立 不死不休 为了我 得罪整个武林 不是这么平坏 小姐不用担心 得罪整个武林 对于牧羊公来说 也不是什么大事 如你者 接着 听着 走我一望无顶天下 在你方寸期盼到 也罢